一年一度的全國布農族運動會 9號在新義鄉羅那部落登場 不過就有族人指出 從過去到現在身份別的問題 讓非布農族人混入參與 讓族人感到不公平 他們自己相打球 可是現在我覺得有比較好 就是因為學童 就是有幾分之幾的可以來打這樣子 面對族人反映 今年主辦方信義鄉長表示 為了讓參與選手獲得公平待遇 今年嚴格把關 要求參與單位提出相關佐證資料的程序 保障布農族人競賽的權益 我們特別的來做一個審查 而且是非常嚴謹的審查 希望將比賽能夠帶到一個公平 合理的一個境界 讓我們所有布農族的選手 可以有好的成績呈現之外 讓我們的比賽的疑慮 還有爭議能夠降到最低點 新義鄉公所表示 由於各鄉鎮市布農族人口 難以精算數量 為了讓布農族運動會永續發展 經過大會討論後 今年的規定 特別在團體賽事中 僅開放30%的非布農族人參加 在個人賽事中嚴格把關身份認定 來保障選手的權益 原視新聞18度 南投信義採訪報導 大不需要議員 記者 室會議員 本文字幕組員 中文字幕組員 說到 曉日